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物极必反,盛极而衰 西州鼎盛之际,忽然一夜间帝国将清 张王之死丢了周人的面子 六师尽丧丢了周人的礼子 大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这一事件造成的涟漪 尽到影响周末王时的北巡西首 远到影响周幽王时的犬人之乱 甚至于东周列国之格局 都很可能是此涟漪造成的激荡 基于以上种种 我希望大家理解我为什么主观的把张王之死 定为西州第一悬 上期视频我只说了本案的悬 而这期视频我将着重于本案的第一 即它的影响力为何那么大 丧六师看上去并不严重 因为一次挫败后 周人还可以不断修复它,重建它 但事实上 六师重建的过程比较漫长 而且基于周人权柄的各个一帮 又一刻不停的消耗它,敲打它 所以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六师都没有真正恢复过 这一点我稍后会为大家展开细说 大家也许会觉得 张王之死还不至于造成帝国将军的结果 我这里明显言过其实了 思议为事物发展之所以会如此突然 在于我们并不真正明白变化而止 很多变化都在人们最不经意间发生 并在这种最不经意间造成最不可思议的破坏 没有变化才是横谷不变的 而有些变化是不可逆的,是质变的 即事物发展的规律最终皆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有生必有死,有心必有亡 由于这种高低起伏的秩序错落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才犹如变化且美妙的乐章 我今天有两个主要的任务 一,西六师阴八师到底是什么成分 他们为何如此重要 周昭王丧的又是哪六师 二,前有周昭王丧六师遗憾足于江上 会有关于水焉七军足于晋州 这类间灭战为什么都发生在金楚 恐怕和一个在历史上已经消失的大胡与孟泽有关 那它真实存在过吗 又有多大 又怎么影响了华夏历史的脉络 国野制也称香碎制 香是贵族居住之地 碎为平民居住之所 天子诸侯居于都邑 清族居于都外的香 香人的集合统称为国人 和这些清族关系疏远或被征服的部族 居于远离的野笔为碎 碎人的集合统称为野人 金人字千说碧人 正源于国野制 西周时的国人有权益政 亦有纳军父服兵役之义务 而野人则是不能参军的 西六师因八世的军事制度 正是基于周人的这套政策 国都及近江化分为若干乡 采用五家为比 五比为旅 五族为党 五党为周 五周为乡 在战时 乡争长老争招乡名入伍 一个乡编成一个师 乡争首领为师师 自动从自治首领变成军事首领 周里说 周王有六项 可见这就是周人六师的由来 没错 西六师的渊源要早于五王面上 也早于阴八师的建立 由湘民组成的师 正是王国和诸侯国的主力 大家对于这种藏兵云民 以血缘为牛带的组织制度 是不是很熟悉 湘岁制度的优点非常明显 就是凝聚力特别强 军民同心协力 上阵同仇抵抗 这些湘民可都是物理意义上的 兄弟父子兵 湘岁制度的缺点也很明显 一旦军事实力 国人阵亡 则会同时影响到社会组织 甚至社会生产 短期内难以恢复 现在大家总算搞懂我为什么说 张王之死只是面子 而丧六师于汉才是周人的理子了吧 可以说周张王时的整个军事力量 连劳动人口都受到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造成的后果是 武成康三代先王 按在地上摩擦的东仪势力 在周穆王时抬头 尤其是徐仪的冰封 一度逼近周人登都 洛仪 众所周知 武王灭伤后 周人有两个堂口 宗州封号 成州洛仪 封号附近 驻扎着宗州六师 即西六师 这是西州建立前周人的嫡系部队 洛仪附近 驻扎着周八师 即阴八师 或东八师 这是西州建立后 平定三间之乱后建立的 成分略复杂一些的部队 考虑到西州师级编制的特殊性 我们大致可以得出 周章王丧六师与汉之后 敌长子周穆王 很难迅速重新组织起 一只类似实力的六师 现在 让我带着一个疑问 来考证一下 丧六师与汉 到底是哪六师 如果是阴八师中的六师丧与汉 那周穆王的北巡西守 就是征章西六师出征 而如果是西六师丧与汉 那周穆王的北巡西守 就是征章阴八师出征 逻辑上 我该如何推定呢 周穆王北巡过程中 徐远王趁周人空虚 杀向重周 老司机造父千里奔袭洛义 因此而授封赵帝 虽然日行千里 还有待商榷 不过造父因此授封 鉴于赵世家 秦本纪 周本纪 可以交叉比对 因实力是无疑了 我们试想一下 周穆王如果带着西六师出征 那洛义是否还有阴八师防备呢 如果是这样 徐远王敢趁机作乱吗 我认为不敢 因为武成康三王时期 都在对东夷用兵 东夷市里应还没有力量 对抗周人的正规军 所以我认为 徐远王是知道 洛义空虚才去投家的 为什么说此刻洛义 防御空虚呢 因为整整迹象表明 向六师于汉后 周人只有一个堂口有兵了 周穆王北巡带着六师 那洛义自然就没什么兵守卫了 如果他父亲张王时 被灭的是 阴八师中的六师 那周穆王带着的就是西六师 而留在洛义的就是 阴八师剩余的两师 按西周一师两千五百人算 两师就是五千人 那是不是这样了 我主观且负责任的认为 周章王丧六师于汉 这六师应是西六师 理由如下 理论上 西六师守卫周人老家关中平原 阴八师守卫周人新家和洛平原 看起来这两大堂口 没有军队换房的需要 但事实上无论周章王带西六师巡守 还是周穆王带西六师巡守 西六师都势必会有一次换房到成州洛义 从这一点上至少说明了 六师住房的地点是会随着天子需要而发生改变的 此外大家都知道我看中考古 我也自有压箱底的证据 1955年陕西宝金梅县出土了 黎芳怡 此青铜器名文如下 这件青铜器断代在周贡王室 我们可以看到 周天子命令黎管理六师和王行的三有私 即司公司马司徒 一般认为 司公管理工程 司马管理军队 司徒管理土地和人口 由此可知 六师王行应该都是有其耕地的兵屯部队 六师并非脱产的全职业化军队 在周财王难守的军事行动中 不明缘由的造成了财王溺亡 西六师全军覆没的打击 这次军事失败让周人进入了西州中企 其扩张速度明显的减慢 开始从一个军事帝国向官僚制帝国转变 西州中企密集出现的测明经文 正好反映出此时周人的政治面貌 而西六师在上面黎芳怡的例子中 应该也得以重建 这一方面是因为此劲出土于官征宝基境内 另一方面周财王是周母王的儿子 也大致符合六师重建需要的时间规律 现在我想张王时向西六师与汉 应该可以算是结论了 这里也有此结论提供一位台湾省学者 刘文强的有趣观点 他认为西六师之所以会近感于汉 是因为被刺西六师的 恰恰是地头蛇阴八时 这是一次左手和右手互搏的恶性事件 也恐怕是周人对张王死于汉水 讳莫如深的真正原因 我虽然没有采用他这一说法 但不得不承认 他的这一假设非常的大胆 但暂时还缺乏过硬的考古证据 再次按下不表 简单总结一下我们目前的进展 丧六师遗憾是西六师 而重建西六师大约花了两代的时间 即周母王到周贡王 周母王吸手犬戴的是鹰八时 目前还有一个西六师镜像的影响 为什么那么大 还没有解决 周母王吸手犬戴着鹰八时中的六师 我们以往的解读是周母王是炫耀武力 现在看来 随着自己解读的深入 而更可能修改我以往的这一观点 宅宫魔父不想对付犬戴 是为了不想提前树敌 直到西六师重建之后 而周母王则知道犬戴不一定会给这个时间 在犬戴动手前 周人应该联络核桃附近亲近周的方国 让他们知道周人的实力还健在 基于这样的原因 周母王北巡吸手的路线也自然就说通了 这更说通了周人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需要西王母之帮对犬戴的牵制 值得注意的是 从西周中期开始 重要的军事行动中 已经出现了诸侯的军队 辅助天子军队征伐的情况 班轨名文中 对东部方国的军事行动 由毛伯班指挥 吴伯吕伯协助 这位毛伯班的权利 是从谁那里来的呢 是从郭成功 名文 王立毛白跟郭成功府 这个功字据考证是记 就是继承的意思 虽然毛伯班不是郭成功之后 但荆棘要职在同性贵族中继承 也不是奇怪的事 知道西国国权利的朋友就知道 恐怕正因为沐王室已经没有西六师 西国国暂时更重要的职责是 首途有责 守好关中平原西大门的大散官 而哪怕周更王时期重建西六师 但西六师的战力 显然已经和当初灭伤时不可同日而语了 宗周封浩因顶不住犬龙的攻击 周一王时被迫迁都东全球 迁都后改名怀里 这显示出西周中期 周人已经在拆东墙补西墙了 周下王时 一手分封秦义 一手分封男身 一方面分化西戎 一方面分化西身 虽然他分而知之 玩得飞起 但本质上依然是周人的无奈之举 周立王时 因八师和西六师的战力大幅下降 变得疲弱不堪 具体表现为镇压恶后叛乱 十四个师全砸上去 却不可 直到才一主武功命尘属于 带战车一摆 兵一枪二赶赴前线 才活捉了恶侯 我认为 周立王时周人已经击中难返 所以他采用了荣移公的专利政策 并因压榨百姓 最终导致了国人暴动 而之所以采用专利政策 一方面是周母王后荒府者不治 另一方面是周一王后诸侯都不来了 统治的根基快速的瓦解 使得周立王不得不采用 更极端的手段来征税和征兵 在周立王时 国公长夫又一次不加思索的 站在了周立王一边 使得他被骂为四大不义之人 算是给老板背了半个锅 周宣王时 虽然殷八师西六师实力稍有改善 诸侯又都回来朝见天子了 但随着千姆之战失利 宣王的南国之师被江戎给团灭了 很多学者认为 这一时期建立南师 很可能西六师和殷八师 已经不完全受王控制 天子才需要一个 更听命于自己的军队 南师改了之后 周宣王要撂民于太原 这里的太原 很可能是大原 即金宁夏固原 如果大家还记得 周武王谦荣武王于太原 那说明 周宣王时荆棘之地 他已经调不到兵了 只能开始采用戎兵 证据就是 亲是中山府反对他那么做 可他不听 所以很多人问 周幽王时 一八师西六师哪去了 我估计周幽王自己都想问这个问题 在他父亲时都要用戎兵 可见这些军队不是溃败了 就是失控了 现在 还有人觉得周章王 丧六师于汉 不是西周第一悬案吗 现在我们似乎搞懂了 章王之死 为何是西周第一悬案 也明白了 丧六师于汉 对西周为何 有那么大的影响 但悬案似乎 悬而未决 无论是白谱陷害说 楚人截杀说 自然灾害说 或阴八师内乱说 归根结底 我们都还要解决一个大矛盾 天灾或人祸 为何能一次就实现对六师周天子的全减 如果是天灾 什么灾害能如此精准打击 而没有触及附近的楚国和曾国 如果是人祸 什么人能全奸周师 而不招致打击报复 想来想去 天时地利人和之中 我们还有天时和地利没有讨论 有了方向就会有方法 我在时间上锁定2000到3000年前 地理上锁定今晚不清楚 于是我就发现了一个被人遗忘在历史角落的大虎 于梦泽 至少在地理上 3000年前 他留下了周昭王和六师 2000年前 他留下了项羽水焰七军和败走麦城 25年前 他留下了大洪水和抗洪抢险的故事 数千年间 云梦泽似乎依旧是那个云梦 但云梦又似乎已不再是那个云梦了 在唐朝时 世人梦浩然有云 其中云梦泽 波汉越阳城 不过他那会所见的云梦泽 和先秦时的云梦泽相比 已全然不是一个东色 在西汉时 司马向如的子虚妇 对其面积范围做了描述 用现在的地理概念表示 即云梦泽方圆九百里 东岛经湖北大便山 西达乌山脚下的永泉青池 北陵经湖北大洪山区 南至今长江以北洪湖地区 差不多囊括了今天的武汉 仙陶 荆州 天门 校感 武士和周边大部分地区 如果司马向如所说的云梦泽 真的那么大 那今天的洞庭湖 柏阳湖 甚至青海湖在他面前 也都只是个弟弟 那云梦泽 是不是真犹如他说的那么大呢 对此 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要搞清楚 云梦泽到底有多大 我们就要回到科学上来 惊人对云梦泽的了解 绝大多数时候 是通过历史地理学之父 谭奇湘先生的 《中国历史地图集》 和他的一篇文章《云梦与云梦泽》 他认为云梦泽是一个包含 湖泊 沼泽 滩土 林地 山地 以及居民工地等 多种湿地和汉地类型 在内的大型湿地 更像云梦湖的地质和生态系统 简单说 云梦泽只是云梦地区的子籍 主流观点也普遍认为 古云梦泽的范围 红跨了长江南北 主要集中于 长江汉水间党江汉平原 即长江像今日穿过 洞庭湖一般穿过了云梦泽 我们先抛开晦涩南等的地理概念 以经一只鄱阳湖为例 枯水器 它是河 风水器 它是湖 经科学测算 它风水器的面积 是枯水器的十几倍 由此可见 长江流域的大湖 恐怕是有穷和打两的状态 有了这些概念 我们就可以简单归纳一下 云梦泽是个吞土型湖泊 穷则湿地沼泽 达则烟波浩秒 2023年11月 世界师地大会在武汉召开 地质学专家也重新对古云梦泽定性 下商以来 江汉平原大规模的湖泊群 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群 江汉湖群的前身 简单总结一下 云梦泽应视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 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 它的面积和位置是有所不同的 总体而言 在商周之际 它的疆域最广 达到了方圆900里 而在风水期可能能达到4万平方公里 随着汗水长江带来的宁沙 在江汉平原沉积 最终它的面积逐渐减小 并在北宋时最终在路上消失 现在只有一个云梦线 能大致证明它曾经存在过 云梦的云 出自武王之墓的云国 此云国 左传里也写作云 为云市 云国旁边的河流就叫云水 即今日福河 云国处云水中游 因此称其为云中 而梦在楚国语言中就是胡泽 楚辞招魂 云王屈梦西克后仙 东汉王一注解着梦字说 梦则中也 楚人民则中为梦中 云梦则到此算是说完了 但很多人可能不理解 我为什么要说云梦则 因为西州的历史 我们只有只言片语 而青铜气赏 惠莫如生的周人 也大体不愿谈论 当年昭王之死的经过 那我们只能绕路 去找类似的记录 找来找去 我认为最值得参考的 就是关于水淹七军 诚然 水淹七军是三国演义中的故事 不过历史三国志中 也有类似记带 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 三国演义认为 水淹七军是关于主动之计谋 而三国志对此认为是 天灾外加上关于将冀 救济之计谋 我知道 很多热爱三国演义的朋友 不乐意了 这是对武神的污蔑啊 我也知道 很多热爱三国志的朋友 也不乐意了 这明明就是 纯的自然灾害的 水淹七军是一场经典的战役 关于秦 于晋 展庞德 威震华下 成为历史上 关于最辉煌的一段生涯 在三国演义中 反映的是关于有意蓄水 然后再进行决堤的水工 而在三国志中等正式记载中 关于既没有蓄水 也没有决堤水工 而是因为暴雨导致了当地 汗水溢流害民人的自然灾害 使得于晋等人被大水所困 虽然以上是网上对此事的普遍共识 不过三国志固然是正式 但我认为网上的这类解读 并没有还原出历史的真相 如果把水淹七军完全归结为天灾 那就犯了扩大化的问题 因为如果只是纯天灾 按理说也该是正生平等才对 为何关于的军队就没事呢 很多人会修复这个bug说 那是因为关于准备充分 而余境他们准备不足 那么问题来了 要准备多充分算充分了 又要准备多充分才能算作是 关于主动之计谋呢 让我们先往回拉一点 先明确水淹七军发生的时间 曹操死曹培即位前 在侠义上还处于东汉末年 即220年10月前 而关于水淹七军发生于219年7月 到12月关于被杀 按功力算大约是220年1月底 在时间上 219年的水淹七军发生于东汉末年 在地里上发生于湘凡 即今日的襄阳 湘凡坐落于汉水边上 于孟泽的北端 《三国志庞德传》记载 樊下平地五六丈 按东汉一丈213.5到237.5厘米计算 相反水深10到13米 相当于3到4层楼那么高 要注意此时是七月 即风水期 光一个时间上就说明了 关于君没有提前准备 那完全是胡说 但问题在于对手于晋 曹仁 庞德 他们就那么蠢 不知道有汛期吗 相反竟然临水而建 守军当然对汉 淡水于孟泽附近的汛期 该早有所准备才是 但问题是 这三位都是北方将领 即使知道有汛期 也没有好的用队方案 顶多就是把军队驻扎在地岸上 不得不说 十几米高的洪水 多半是小概率事件 一方面是关于赶上了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关于的水军准备足够充分 俗话不是说嘛 好运 只给有准备的人 很多人说曹操他们怎么那么笨 不提前准备好水军大船呢 首先 曹操的根据地都在北方 90%的战斗都是陆战 陆战需要刷陆战经验 很多人又会觉得 我说的这都是废话 但如果刷的主要是陆战经验 相对水战经验自然就会少很多 而水战一样要刷经验的 有一次我出海钓鱼 几个小时回到陆地 我连路都做不好 由此可见 这种水战经验是要长期积累的 赤壁之战前 曹操在玄武时打造了水军 可以说那是毫无战斗经验之水军 曹操四次攻击如虚口 曹操退兵两次 曹人退兵一次 司马昭退兵一次 最致命的原因就是 曹操没有刷水战经验 短时间恶补是恶补不上的 这才有了那句名言 强龙压不过地投射 相反关羽的水军就不同了 关羽水军的前身 本就是刘齐的江夏水军 是与孙家大战过无常的水军 还参与了剿灭孙间的战役 经验早刷满了 从中国两棱中策的出台 到关羽真正发起这场战役 一方面要避免一州 荆州两线作战 另一方面 关羽水军必须同时攻击 襄阳和繁城两城 克制机脚之势 在刷水军经验和后勤保障方面 蜀汉已经准备了十年了 所以说关羽水淹漆军 绝不是单靠一场大雨和风水期 造成的天灾 那是靠天吃饭的碰运气 应该说汉水区迅期 水深十米 应是偶然的 但遇上一个大的迅期 是必然的 只有有准备的战才能赢 由此 我们再回想一下 张王族于江上的情况 如果只是天灾 我认为是没法做到 全间周世和天子的 如果是人祸 那背后的运作 应该是最大的势力 经过长期的准备 才能实现了 我个人主观 且不负责任地认为 应是类似关于水淹曲军的情况 做好了人和之准备 再碰上了好的天时地利 而实际说 张王足于江上 竹书近年说 丧六世于汉 王志 汉水和长江的矛盾 在汛期泛滥的云梦泽这里 也得以解决 很多地方已经说不清 到底是汉水 还是长江了 到此 我认为也没有更多 可以替周昭王做的了 好啦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